黄航班机在跑道上滑行 机场满满的彩绘图案 让宝可梦迷满兴奋不已 黄航七月和日本宝可梦公司 推出飞行皮卡丘计划 第一架皮卡丘彩绘机 从松山飞往东京雨田 让旅客直呼超级幸运 买皮 非常可爱 所有的产品都跟皮卡丘有关 很开心可以参与这次的首航 很棒 赶紧 来吧 黄航在雨田机场举行皮卡丘彩绘机 从东京飞往松山的首航典礼 这次黄航是以最新型客机 A3216单纲飞行任务 期待带动疫情过后的观光人潮 2020年时 我们的企业联盟集团 最新型客机的计划 在两年以后 在各种地方的议题 在这段时间 无事就航空 这次的发展 10月13日也开始要开放了 所以我们航空工资来讲 是一大利多 那么也是说 尽快要恢复疫情之前的班数 雨田是daily service 那我们希望能够 尽速恢复daily tool的service 那我们现在目标大概是11月 看准疫后国门重启 所带来的商机 航空公司卯足全力备阵 期待回到疫情前的观光荣景